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涉及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为的成熟和操练 很多人都讲说信耶稣并不难 因为只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一个圣灵的感动 那么真实最困难的东西 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能把我们的感动能够不停地秩序下去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神的话可以真正地去影响我们 其实这个是蛮不容易的事情 是需要操练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样能够去做这样的操练 那在教会里面可能大家都听了很多 比如说信心的操练 比如说我们会讲到神学的操练 等等等等 其实信心也好 神学也好 归根结底走到最后 很大一部分都涉及到行为的操练 因为信心或者神学 最终一定是通过你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 所以如果你仔细地去看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 很大的篇幅是在讲基督徒在日常平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怎样生活 我们要怎样做 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出神的主要来 这是圣经龙皇的很大的篇幅 他在叙述的东西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 我跟大家分享了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开篇名义 在彼得前书一章从三节到十二节 彼得讲到一个神学的道理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被神的恩典领导 我们是因为神的救恩 我们得救的人 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就转到了主席 你看我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 十三节 他用了一个转折的词 所以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彼得的书信 你会发现他很喜欢用这个所以这个字 当他 他的意思是说 我在前面讲到你们的身份 你们是一个基督徒 那么我说这个话的目的 是告诉你们就在所以这句话里 所以什么目的呢 彼得说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探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给你们的恩 他的意思是说呀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人 那么你的生活里面呢 你应该是要约束自己 那么约束这个词呢 在过去啊 就是扎上腰带啊 或者呢把那个长袍的下摆 卷起来 绑在腰上 准备停当啊 然后去呢 做一个长途旅行 是做这样的工作的 所以彼得是说呢 他说我们要约束自己 要进行小心的生活 其实呢 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操练自己的行为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啊 那么使徒彼得 他认为我们 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应该去努力操练自己 但是他认为 我们应该操练哪些事情啊 那么第一个呢 彼得他讲到啊 在第四节说 他说你们既做顺利的儿女 就不要效仿从前 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松私欲的样子 那么他在这里面呢 彼得做了一个对比 他实际呢 提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个呢 他说你们做顺利的儿女 另外一个呢 他讲到呢 你们不要放松私欲 那么这实际上来讲呢 这是一个对自己态度的操练 他提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所以这个是我们 对待这个世界 对待这个信仰的 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么顺命啊 什么叫做顺命呢 按照我们字面的理解啊 顺命呢 那就是顺服命令 这个叫顺命 那么放松私欲呢 这个大家也很熟 所谓放松私欲就是 按照你自己心里所想的 你随心所欲 我想做什么呢 就做什么 那么很明显啊 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呢 它是截然相反 是互相对立的 那么彼得在这里强调呢 他说基督徒 我们应该是顺服基督命令的人 那为什么彼得他要强调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顺服命令 当有一个上面呢 比你更大的人 比你更强的权力 他要求你顺服他 而且你也体现出呢 我是听他的指令的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是承认这个权命 你听从某一个权命的命令的时候呢 你是承认了这个权命 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啊 那么如果一个人呢 他不愿意去 听从这个命令 那么很可能呢 他是不愿意承认 这样的权命 那么顺服命令呢 是说呢 对一个人来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可能呢 自己甚至不同意这个命令 我不理解 我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 我愿意按照这个命令去做 那这个呢 就叫顺服了 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呢 我们都有句俗话 叫理解要执行 不理解呢 也要去执行 那这个呢 就叫顺服命令啊 那么彼得在这里提到呢 他说 你们 要怎样去操练呢 你们要去做顺命的儿女 那他这里边这个顺命的 他不是随便提一提的啊 他说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 儿女这个话呢 就一定是有父亲的嘛 有顺母才有儿女啊 他说你们做顺服的儿女呢 他在告诉我们呢 你们顺服的命令啊 你们顺服的对象呢 实际是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呢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作为一个往他救赎的人呢 那么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呢 我们今天常常想啊 说在圣经里边 神的命令有很多 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按照圣经呢 教会也会给大家提出很多的要求来 那么这些命令和要求 我们要不要顺服呢 我们要不要听呢 其实啊 我们要不要顺服于耶稣基督的命令呢 在这背后啊 我们这个顺服的行为背后呢 其实呢 有很深的含义 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呢 我们顺服耶稣的命令 实际上呢 这是表明了我们承认 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主权 我们实际上呢 是真的是把这位神啊 当作神来看待 因为承认了祂的主权 也就是说呢 我们承认呢 祂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祂也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通常说耶稣是我的主 我的主我的神 什么叫做我的主啊 是说呢 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因为你是世界的主宰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你说的我就要听 我不听的话呢 那就是对你这个主权的不尊重 我们呢 是不承认 这位神 有这样的地位 那么这个我想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 我们呢 并不难理解 那假设说呢 你承认一个人呢 是你的老板 那么 你跟他的约定中呢 写得非常的清楚 说得非常的明白 因为你是老板 所以呢 我什么事情 咱俩发生不同意见 发生争执的呢 我要听你的 因为你是老板 那么 他给你的命令呢 你要去顺服 如果你不听的话呢 做一个很简单的推理 他说好 我明天让你做这个事情 你说我不做 那么你的老板会怎么想呢 那么当然就是 你不承认他能管理你 你不承认呢 他是你的老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呢 基督徒 作为一个顺命的儿女 体现出来呢 我们对神的这个根本才 你是不是呢 把它当作神来看 我们通常的时候吧 我们都觉得呢 我们很难去想到 说自己的平时的这种态度啊 是反映出什么东西来 为什么这位神在圣经中 他不断地强调啊 他说你们要把我当神看 你们要把我当神看 那么为什么不断地强调呢 因为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呢 就是忽略神的地位 我们常常啊 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觉得无所谓的 实际上呢 弟兄姐妹们 这真的是很有所谓的事情 你的行为就反映出呢 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呢 就反映出呢 你对神的认识 你对神地位的认可 还是不认可 那么如果说 换一个角度来讲啊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呢 顺服于耶稣基督的命令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也表明了 作为一个人呢 我们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人虽然已经很伟大 但是呢 我们却并不是真正的 这个世界的主宰 我们并没有这个能力呢 去操纵也好 去管控也好 去掌握也好 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事情 或者说呢 我们没有能力掌握我们身边 绝大部分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 很多事情呢 并不是由我们人自己说了算 所以呢 我们愿意去顺服于呢 比我们更大的这一位 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对顺应这个词的理解啊 那么圣经中讲到顺应呢 它最少包含了这两个角度啊 对神和对我们自己 我们怎样去看待 我们彼此的关系 那么相对于顺应这个词呢 使徒彼得他就提到了 放动私欲啊 那么放动私欲呢 按照我刚才讲过 放动私欲的意思是 按照我们肉体的想法 他才里用了私欲这个词 其实呢 这是一种常用的 这个希腊的表达手法 他才表达你自己 从你心里边 你发出的这些想法 那么 也就是说呢 放动私欲的意思就是说 随心所欲 什么叫随心所欲啊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一件事情 那即使有了别人的命令 但是呢 我依然还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甚至呢 如果说的更极端一点啊 那这个随心所欲呢 他也不一定呢 是不按照这个命令去做 什么叫做一个放动私欲的人呢 他不见得是说啊 这个所有的命令 我都反对 你上面你的权柄 你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呢 我都不听 那个就叫杠头啊 那个不叫放动私欲 放动私欲 有的时候他听了呢 他按照这个命令去做了 因为呢 这个命令它符合我的心意 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就听了你的意见 那这个呢 也不叫顺服啊 这个是刚好就巧合了 碰巧 咱俩一见一致 那么彼得强盗这种放动私欲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有选择的自由 当我觉得啊 你这个命令不合我心意的时候呢 我就不顺服了 我就不听了 那这个呢 就叫做呢 自己要为所欲为 我自己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个说的文明一点啊 我们今天 今天说呢 这个叫拥有自由 每个人拥有判断的权柄 我们每个人呢 拥有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柄 这个叫自由 那么其实 如果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呢 这个有一种心态叫 叫老子天下第一 哎 我就自己做决定 我自己说了算 我想做什么呢 就做什么 那么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呢 这两种态度呢 是截然不同 其实在背后呢 反映出来的呢 就是你是不是 真的是把神 当作神来看的 这个也就是在实践里面啊 当耶和华神 他向人开始显现自己 开始不断不断地去揭示出来 他跟我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的时候呢 他开始他就提到 他实践里面 他最先说的就是什么 他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经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也不可有别的神 我们通常啊 会觉得说 哎呦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讲到实践 说除了奄华以外 不能有别的神 是的 我只有这一个神去看待 实际上呢 常常不是这样啊 如果你真的是在心中认为 只有这一位神 那么你应该是 顺服他的命令 因为他是神啊 那么你说我现在不听他的了 那你听的是谁呢 你说我听我自己的 那么你就是另外的神了 所以呢 听姐给你看啊 从使徒彼得的论书 一直到呢 因为华神自己亲自的启示 实际 神所要求的 从来没有变化 那就是我们要用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神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那么当我们关注了自己的态度 之后啊 使徒彼得提示我们说呢 我们接下来 要不去 如果我们做了一个顺命的儿女 那么我们去顺服神 什么命令呢 那接下来在十五节呢 经文中说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那么 神要求我们说呢 当你选择 我要决定 不管这个神的旨意 是合我心意 还是不合我心意 那么呢 我愿意呢 听从他 那么神的要求说 那你听从什么呢 要操练自己的圣洁 你们要圣洁 圣洁这个词啊 在圣洁中呢 出现了很多 有人呢 他去做过统计啊 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大概出现了六百多次 圣洁这个词啊 这个频率呢 实际是非常高的 那么 我们通常 你闭上眼睛想一想 你说讲到圣洁这个词啊 可能马上你会想到呢 比如在先知以赛亚书中 最早出现了对神的描述啊 他看到呢 这个天使 然后天使呢 向他去 发出一种呼喊 就呼喊说呢 圣洁圣洁 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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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呢 是我们通常讲到 神是圣洁 那么当 以色列人 走到旷野 在西南山林旷野呢 耶和华神 向他的子民显现的时候呢 他讲到 第一个要求就是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那么圣洁呢 是神对基本的属性 那么圣经在西班牙书中呢 也说啊 他说呢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面 他要求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也要圣洁 那么我们要去思想 如果神要求我们做顺命的第一个操练 是操练你的圣洁 那么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我们字面的理解啊 什么叫做圣洁呢 神圣而纯洁 那这个呢 就叫圣洁了 那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神圣 一个呢 是纯洁 那什么叫做神圣呢 神圣啊 你看神圣这个词 神 那他的第一个含义呢 是属神的 实际呢 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圣洁这个字呢 在圣经的这个文字里面呢 它本来的意思呢 是切割 或者区分 有点这个含义啊 就是这比如说这一块的 一大块 然后你把它切出来一块 拿出来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圣洁这个字的 最开始的含义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圣经中提到 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和个人呢 它被称为圣的时候呢 指的是说呢 它和世俗上这些东西 是有分别的 有分别是什么 什么叫有分别啊 是它呢 是专门供神 专门供上帝呢 来使用 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 他提到很多词啊 比如说圣地啊 圣会啊 圣安息日啊 圣洁的国民啊 圣医啊 圣经啊 哎呀 所有的这些什么 圣洁的手啊 圣洁的亲嘴跟安啊 所有这些词呢 它的含义啊 它不是第二个含义啊 说是纯洁的 不是它指的都是说呢 这个行为 这个活动 这个事物 它呢 是属于神的 它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专门用神使用 这个呢 就称为呢 圣洁 那么在这里边呢 神呼吁我们说 你们要圣洁 从这个意义上指的啊 指的是说呢 我们要去操练自己 你操练自己呢 你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你是一个属于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呢 神要求我们 记住这个愤命啊 神要求我们呢 站在这个世界上 别人一看 你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用赫利基群这个词来形容啊 好像我们高一样 不是的 我们呢 机会分明 别人一看呢 就会发现呢 你是属于神的 而不是呢 跟这个世界呢 是相互一样的 所以这个其实 我就在想啊 我们怎么能看出来 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会看出来呢 你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含义呢 其实最直接 最典型的呢 就是我们对外的态度 我们对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们对别人是一个什么态度 当别人看到我们这些 和外界互动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出来 哦 你是不一样的 你的不一样呢 就体现出来的 所以实际上 总结一下呢 说 我们怎么能够显出 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这个是 我们是拥有一个信仰真理的人 我们跟这个世界呢 是不一样不妥协的 不妥协在哪里呢 不妥协在我们的信仰真理上 我们所相信的真理 和世界上其他人呢 是不一样的 这里最直接 最根本的一个态度 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对待 罪是怎么看待的 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份 我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 是怎样看待的 这个呢 是最明显的 也就是说 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站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时候呢 别人看到我们 他首先会看到呢 我们自己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他会看到呢 因为我们自己承认 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我们对这个神的态度 我们不是说 这个神 有求必应 这个神呢 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显现了 他有大能力 不是的 有没有大能力 有求必应 是不是有求必应 跟你是个罪人 他没有关系 这就是一个佛教徒 和一个基督徒 站在一块 不同的表现 一个基督徒说呢 因为我是个罪人 所以这个神 这个神对我来讲 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信他呢 并不是说 他给我带来什么 而是他给我救恩 他把我的罪赦养了 他把我的罪的问题解决了 当别人看到这个时候 你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我们跟别人相处 也是这样 如果我认为 我是一个罪人 像我们唱的诗歌中讲的 何等不堪图我 你竟就是我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个肮脏的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配的人 所以呢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看到别人的时候 我就不会觉得 我比他高义了 我就不会欺凌他 我就不会指高气 我就会有自然的谦卑 温柔 因为你还不顾他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人与人之间接触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你说你到监狱去了 都是罪人 就你一个好人 你给他们带来点什么恩惠 哇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你到非洲去扶贫 哎呀 这些人你一看 云人众生啊 全靠我来拿点东西 然后让你们试到 你是什么心态呢 人一般都是这种心态 那你要反过头来想一想 你是一个在监狱中准备 准备被处死的人 忽然你见到 人的情体到联合国 这个去发言 你看 都是这些伟大的人啊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对罪人 对神的恩典 这些最基本的神学概念 我们有个清楚地认识的时候 我们对待这个世界 对待身边的人 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别人看到我们这些不同 他就知道呢 哦 你是属于神的人 那么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啊 在二三战之后啊 德国战败之后呢 那么国际法庭啊 就开始去追溯 这些纳粹军官和这些 参与集中营这些事情的 这些军官的罪行啊 那么在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啊 他呢 这个犹太人呢 他叫迪诺尔 他在纽约这个国际法庭中呢 他作为证人呢 要指控当时的一位 党内军的军官 这个党内军的军官呢 当时是专门负责 把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地方抓出来 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呢 送到奥斯维辛中去 那么这个人呢 他全家所有的人都被这个人抓住 就是这个德国军官呢 他实际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啊 好警察 只要给他的命令呢 就没有一个他没完成 当时呢 在德国这个犹太社区 提到他的名字啊 这个所有的德国人 这个犹太人呢 都马上就战惊失色呀 因为只要被他盯上了 没有一个逃脱 那 结果呢 他作为证人呢 他在法庭上去指证这个人 就说了这个人呢 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当时的这个检控官呢 就放了一段影片 就是当时德国自体牌的纪录片 就是这个人呢 他带着这个党内军 去四处抓这个犹太人 然后这个人就 他作为证人 他要来证实 我是幸存者 我们家人给他抓了 我的朋友给他抓了 送到奥斯维辛 都死在里边 他要去证明这个事情 那么在法庭上呢 当他出场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 很奇特的一个场景 他出来之后呢 大家都在看 这个很凄惨的 他当他看到这个 看完之后 需要他作证的时候 人们发现呢 他呢 就是大汗淋漓 这个紧张的 都说不出话来 然后他就颤抖 颤抖到浑身静卵 然后就昏过去 当时所有的这个法官 这个现场的观众 大家都认为呢 说这个事情啊 让他作证这个事情 勾起了他很多的回忆 让他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 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么当他回复正常的时候 他就正常的作证了 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有人去采访 说你当时 为什么会昏厥呢 他的回答呢 出乎所有人的 这个医疗之外 他说我到那个场景之后 我并没有因为 我过去这些事情的回忆 给我造成重大的冲击 他说我作为奥斯维斯的幸存者 我已经对这些 可能还已经滑木了 没有对我有再大的冲击 没有 他说我是为自己感到害怕 那就很 大家就很奇怪 说你害怕什么呢 他说呀 他说当我看到 这个我们犹太人 在梦中都感到恐惧的 像神一样的男人 这个像魔王一样 他可以决定 我们任何人的生死 他只要这个念头一动啊 他下去的军队就动员起来 我们就死丧身之地 他说这么一个 可以掌握我们命运的人 现在站在被告席上 等待着我的审判 他说我的一言一行 一个观念的变化呢 就可以去决定他的生死 他说他站在被告席上 就像普通人一样啊 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 凶恶的人啊 凶残的人 因为他只是做到自己的工作 他说这个时候我就想的 我如果有机会 他只说我作为证人呢 我当我有机会去 主宰一个人的生死的时候呢 他说我像他一样残暴 我可以把他一句话 就让他跟我一样去面临死亡 所以他说呢 我忽然就感觉到呢 我实际跟他的本质上呢 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们在面对人性这个事情上 我们都是残忍 我们都是残酷的 我们都是呢 描述人的生命 所以他说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呢 我心中充满了恐惧 然后他就昏迷过去 那么这个事情啊 当时呢 在这个 在当时这个媒体中呢 往外传播 人们就在思考啊 说这个犹太人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啊 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很神奇的 在法庭上呢 他竟然想到了这一面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那么后来这个访问他的 这些基督教神学家呢 就做出了这种解释 说作为一个信神的人 他跟别人不同之处啊 就是当他面对这种 最根本的问题 进行思考的时候呢 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他所展现出来的 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呢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说神呼召我们说 你们要圣洁 你们呢 在这个世界上 要活出你属神的形象 那么什么意思呢 别人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谈 别人看到呢 我们是认识神的人 我们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行为呢 可以表现出 我们的神学信仰 表示出呢 我们跟这个世界 是不一样的 所以弟弟姐妹们呢 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当你站在这个世界面前 当你面对这个世界上 人的时候呢 你是给别人 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你是用一个什么那样的形象 展示在别人面前 别人可以看到 你是一个罪人吗 别人可以看到呢 你是一个需要救赎 而且得到了救赎的人吗 别人能看出来 你对神的感恩吗 你别人能看出来 你对这个神的敬畏吗 这个呢 是使徒彼得说的呢 你们要圣洁的含义啊 一个含义 那么圣洁呢 那第二个含义 就是那个洁字啊 就是纯洁 这个呢 很明确了 在圣经中多次提到呢 实际说的是 我们的日常的 伦理道德生活 你日常的生活 你是什么样的 道德行为 是不是高尚啊 别人认为 你做的是不是对 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简单地说 这个呢 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信仰不但是说呢 我 礼拜天来到教会中 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之间 我是一个好人 除了这个教会的门 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我就是世界上的人 实际呢 不对 神要求我们说呢 你在任何的时候之下 基督徒的行为呢 应该是被人去称赞 你不但是说 能够不做那些坏事 反而呢 你要努力去做那些好事 在罗马书 保罗说呢 众人以为美的事情 要留心去做 神给人通常的这个 伦理道德 视为观念 大家如果都不认为 这个事情是好的 那么呢 我们基督徒呢 应该把那些美好的东西 你是应该能够做出来的 那么有这样一个例子 有这样一个人呢 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中 有一个牧师呢 叫于利公 可能有一些老基督徒 会听过他 他那是山东人 算是一个资神的牧师 和神学教育家 他是新加坡神学院内 首任院长 他也是美国这个 基督工人神学院内院长 他一辈子都是做牧师 做这个神学教育的 那么他呢 最愿意讲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宝贝放在寡器中 他非常强调啊 他说我们基督徒呢 你应该有一个好的行为 如果你不能有好的行为 表彰不好呢 他说别人看到的 你这个寡器啊 就看不到里边的宝贝 那他讲过一个 他自己的经验 一个经历 他说呢 这个二三干之后啊 他从上海到华州 大概也是今天武汉那个父亲啊 他要去呢 去讲道 那讲道呢 他说当时因为这个刚打完仗啊 这个航空业呢 非常萧桥 而且大伙都非常担心 这个飞机会不安全 所以大部分人呢 都会选择坐船 从上海坐轮船到华州去 他说到了上了船之后啊 因为刚好是二代刚结束啊 光复之后啊 他进去之后呢 他发现呢 这个船一开啊 在这个 头等舱这一层上 这上面这一层啊 他说马上呢 这个大厅里边呢 就支开了几台瓦匠 他说这个头等舱的这些乘客们 大家就出来啊 打开着打开 喝酒的喝酒 跳舞的跳舞 然后他说呢 就开始这种正常的生活了 然后他呢 就去跟这个茶坊 就去聊天啊 这个茶坊呢 就跟他讲 他说你看啊 这个这个呢 是某某省的主席 那个呢 是某某委员 那个是某某厅长 这都是从上海光复了 然后到武汉准备去这个 去去上任的啊 然后讲到呢 说那个呢 是某某某的三一派 那个呢 是某某某的四一派 然后他们在那块儿 跟着打开赌钱呢 然后这个某某某厅呢 他因为他没办法 他也只能在这个地方待着 然后他呢 就坐到边上呢 他找了个地方呢 他就开始在这儿竹精 然后呢 写文章 准备奖章了 然后这样呢 就一直过了三天 大家都在这打开 他在这儿看一眼 第三天的时候呢 他在那个家板上 散步 有一个统传的青年人 就过来就问他 就说 你是不是信耶稣的呀 他说我是信耶稣的 他就问对方 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 他说我觉得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别人都在赌啊 欲乐啊 你却是在这读书啊 然后这个余牧师呢 接下来的时间呢 两个人就在一块儿聊天啊 就谈了很多 他说等到下船的时候呢 这个年轻人就表示他也要信耶稣 这个事情呢给这位余牧师啊 留下非常非常神的印象 他在很多时候 你看他的讲章 很多时候他会讲这个故事啊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对我们基督徒 我们常说啊 我做个好基督徒 我努力做个好基督徒 很多的想法 其实对我们来讲很简单 你能不能做一个从伦理 从道德 从生活上的好人 与众不同的好人 别人坏你好 别人好你比他更好 你能不能做到 所以什么叫做 你们要圣洁 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顺命的儿女 神让我圣洁 我就要去圣洁呀 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点 那么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能不能够和世界有分别的 别人看到你的时候 你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 别人看到你的时候 他会不会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呢 在我们小组的时候 我跟大家开玩笑啊 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 我们不敢去 这样拷问自己 我们不敢呢 让别人这样来审视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潜伏一样啊 我们潜伏在世界之中 我们跟其他人没区别 别人说 你是基督徒吗 我们要跟他说 你猜一猜 人家就会说 看来你跟我们差不多啊 大家都心里平安的 没有压力的啊 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神要求我们啊 你们要圣洁 圣洁的生活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这是神呢 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啊 实际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我再说呢 掌握神学的道理 了解圣经的真理 这个不难的 越像后来啊 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 人们学习能力的提高 越来越简单 但是呢 真正的能够活出这种圣洁 这个呢 是最难的事情 但是这是对我们基督徒呢 最基本的操练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啊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操练呢 那实际上呢 这样的操练 你如果刚才听我讲这些 可能你会体会到呢 这样的操练呢 这是一种内在的斗争 不体现在外 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 一种争感 实际上是我们 自己生命内在的一种成长 我们在操练呢 你自己是 顺服于神的命令 我愿意 我去做一个圣洁的人 还是说呢 我不在乎神的命令是怎么样 我放纵私欲 我想干什么呢 我就干什么 我高兴做我就做 我不高兴做我就不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想一想 这样的操练呢 实际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还有呢 我们人的本性啊 让我随心所欲的 这样的一个本性呢 这个之间的一种争夺 人呢 总是喜欢自我享受的 人都是愿意追寻自由的嘛 我们都喜欢呢 没有居住的生活 特别呢 在我们今天呢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在这种世代里面 我们实际做基督徒很不容易的 因为呢 你今天 愿意选择过这样 有束缚的生活啊 他不会很可能呢 他不是说 我束缚了 给我带来更好的结局 好像有一个学生啊 说你要天天努力在这边 学习啊 练习啊 操练啊 那到期末里考试 哎 你成绩最好 立干见也好啊 作为基督徒呢 给你很多的束缚 给你很多的压力 但是这些束缚和压力呢 很可能 没给我们带来 我们世界上看到 那些总教的东西 很可能呢 让我们感觉到 世界上的困难啊 一些不方便啊 甚至一些痛苦 这是神早已经说明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实际是人性和神的呼召 之间的斗争 实际也是呢 神 这位世界的神 跟我们作为这个人啊 我们俩之间的这个斗争 在圣经中 为什么多次提到呢 摔跤有问题啊 以前我讲过 以色列也好 雅各也好 他为什么是与神摔跤的人 其实这就是人性和神性之间的斗争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想一想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以天国为念的人 天国的眼光 和世界的诱惑 这之间的争斗啊 你是怎样选择 一个观念出来了 一个选择出来了 你是以神的一本 还是呢 以自己的意见的一本 然后我的意见是怎么样 我的感觉怎么样 我的看法怎么样 还是说呢 这是神的旨意 神的意见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去思考 使徒彼得说呢 他非常了解到我们人的软弱 他也是一个人啊 你看在他所叙述的经文里面 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经文呢 彼得这个时候呢 他告诉我们啊 他说 你们去做这些思考 你去权衡 我是顺服神 我还是做随心所欲的人呢 彼得提醒我们 你们要知道 审判你们的 奖赏你们的呢 是这位神 是这位耶稣基督 你们得救的原因呢 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你得救的原因呢 也不是说你拥有了什么 你得救的原因 是因为他给你怜悯 他愿意救赎你 而且呢 在将来做最后审判的 决定你是进地狱 还是上天堂的呢 是这位耶稣基督 所以实际彼得呢 他在告诉我们呢 我们在这些选择的之前呢 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 做这样的操练 因为呢 我们呢 有一个永恒的眼光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们知道呢 将来会发生什么 为了那个永恒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愿意 在现在 即使在我们面前 有很多的挑战 可能带来很多的束缚 可能呢 让我们觉得呢 不能随心所欲 这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为了那个将来的盼望 我们愿意呢 去做这样的选择 这就是说 彼得在十三节 他开始说的时候 他说你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我们盼望在将来那天呢 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救恩 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呢 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记得啊 我们时刻呢 在圣灵中呢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审判我们 奖赏我们呢 是这位神 我们是靠他得救的 所以使徒彼得说 如果你们明白了这一些 那么 你们必须对神 有敬畏的心 他说你就很自然了 如果你想到了未来 一定是这件事情要发生 如果你相信这位神呢 他真的是神 那么 很自然的呢 你就会敬畏他呀 你没有理由 你不会去敬畏他 所以他鼓励我们呢 我们对神 有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用这种敬畏的心 我们去操练自己的圣洁 操练自己的顺服 所以弟弟姐妹们 我们 可能我们要去思考 怎样做一个好基督 什么样的基督徒是和神心意 那么 神启示我们呢 你的态度怎么样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顺服的人 你是不是可以呢 去操练自己的顺服 你是不是可以去操练 自己顺服什么呢 顺服这个圣洁 你能不能顺服这个圣洁的命 所以弟弟姐妹们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慢慢地去操练 我们一点一点地操练 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不同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神呼召我们的使命了 我们是他的使者 我们是他的见证人 那么在将来 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 他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样的与众不同 因为我们付出了这样 我们就坦然不惧地去面对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恩典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去警醒 能够去敬畏神 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 那我们一块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 恳求你的圣灵能够 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 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天父我们知道 按照我们的本性 我们都是放纵私欲 但是你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 你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成为圣洁 我们顺服你的旨意 天父就求你 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去坚守这一点 这样当你在末世显现的时候 你把你的荣耀 你的恩典都赐给我 天父这是我们的信心 这也是我们的盼望 就愿你的恩典能够有同代 在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 放在你的手里面 求你来带我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 让我们与你同行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救助耶稣基督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